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鸡蛋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泡打粉 这是糖霜 这个是蛋糕粉 这里还有一个 对您看到了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丝贝格的一个坚果 那我现在手上拿到的这一包呢是一个mix的一个坚果 这一包的话你不单单能当作零食来吃 它还可以用作一个烘烤的一个原料 太棒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会放在这个一个蛋糕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先把一个软化的一个黄油放在搅拌缸里面 好 先把黄油打软 好 打软以后呢 我们加入糖粉 糖粉 糖粉 对 好 然后我们用慢打先让它拌匀一下 好 你看这里现在已经拌匀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可达仪的这个香草条把它切开 好 从中间轻轻地把它剖开 同样我们把它轻轻地刮下来 放进去 对 放进去 对 放进去 这个再讲一下 对 好 拌匀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鸡蛋 对 慢慢地一个个加进去 一个一个 对 加一个让它慢慢地打一下 把它全都吃进去 好 还有最后一个 可以 没问题 好 完成 完成 打匀以后呢 我们最后就剩下两个原料 一个是泡打粉 一个是蛋糕粉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原料混在一块 对 好 把这个面粉呢 全都 倒进去 好 最后呢 我们还是用这块板 轻轻地把它搅匀 慢慢地 不用时间太长 这样的话面粉的筋道 就会把它打出来 好 可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放四倍格的坚果 在里面 对 好 我放进坚果 然后用 手动把它拌匀 拌匀 拌匀以后 就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呢 我准备两个盆 为什么要两个 那今天我们做的是marble cake 那marble 我们首先是要一个 淡颜色 一个深颜色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些料呢 平均地分一下 一边一半 对 对 接下来呢 我们要放一点可可粉 在里面 对 就是那个颜色 对 调一个颜色 好 然后轻轻把它搅匀 看 这样的话 它两个颜色一个区别 好 接下来这一步呢 那我要和Sara Sara一直完成 那多少有两个标花袋 你一个 我一个 首先我们打开标花袋 手拖着标花袋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原料 放进去 轻轻地把它放进去 非常不错 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把标花袋 往下 对 对 然后把它收起来 好 我们把标花袋口上 划到对 接下来呢 我们要完成它最后一个步骤 那首先它是要做marble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先用深一点的原料呢 在下面先薄薄一层 然后呢 我用你这个白色的这个料 在黑色上面再盖一层 就是黄色 对 偏淡的颜色 然后呢再一层咖啡色 再盖一层 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 对 好 最后 再用你的白色再盖一层 好 那最后呢 我在上面呢 做点小一点小的那种装饰 装饰 你看 上面加一点点黑色 对 好 结束 我们把它放进烤箱里面 那我们把烤箱呢 设定在180度 之前我已经调温 已经录了15分钟 然后设定29分钟 把它放入烤箱 好 好 Sara 进出了 轻轻的 退膜 哦 好看 嗯 颜色是这样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横截面 对吧 好 来尝试一下吧 好啊 来 我们配牛奶喝吧 来 我来给你倒吧 yes 好 你看到刚才桌上有很多食材 但是的话它的操作还是非常健 嗯 奶香 有点巧克力的味道 对 然后你还吃到 还有那个辣子 对 是perfect dessert 非常好的一款 好 谢谢啊 Cheers 干杯